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徐桂向 今天说中国受到西方列强霸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说制裁的大棒回向新疆企业的时候也会砸枪自己 他同时还说媒体可以大大方方的赴新疆采访 根据央视新闻以及新华社官方微博 这一场会议由来自新疆自治区政府代表 新疆教培结业学员代表宗教界人士教育界和妇女界等代表参加 此前欧盟美国英国加拿大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 多家国外品牌禁用新疆年的声明 在近日重新被翻出引起中国民众的抵制潮 而在这样的当口中国外交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上午共同举行社交问题新闻发布会引起外界普遍关注 而对于欧洲美国的制裁 徐桂向表示中国早已不是一八四零年的中国 现在那个时代已经不复返了 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他还说自己在网络上看到H&M的店没有人去 结果是什么你在中国市场还能撑得住吗 还能赚到中国人的钱吗 一分也赚不到 同时他还说制裁的大棒也会砸向你们自己 希望更多类似H&M的企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 同时他还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历史上侵犯人权的所谓斑斑劣迹进行了指摘 同时发布会还有中国官方安排了一些现场所谓证人 否认有强迫劳动强迫儿童上寄宿学校采访不自由等情况 一位自称是新疆棉房工人者表示 西方人士并没有实地考察 就发起对新疆棉房职业的抵制 这就是想砸掉我们的饭碗 而维吾尔自治区的新闻发言人则表示 强迫少数民族儿童上寄宿制学校造成骨肉分离的说法是一派胡言 并且说新疆因为幅员广大 从一九八零年代就有近四百所寄宿制中小学 完全是自愿选择 而当时有记者提问 复江采访是否会有警员跟踪 徐会将说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他还说过去新疆暴恐活动频发 担心你们的安全问题 因为恐怖分子不分对象 还说有的时候记者是强行采访受访者不愿意 因此报警 徐贵向说你们尽管大大方方的去 也可以自己去 也可以联系我们 如果遇到阻挠情况可以直接反应 而在发布会上在记者提问环节时 还有一个小插曲 当时路透社记者用英文提问 在座中方官员表示翻译一下吧 翻译一下 但是在场无人应答 另外一位官员则对记者说 请你把问题再重复一下 我们的翻译 路透社记者再次重复提问 现场突然安静下来 官员再次找翻译说我们的翻译呢 现场传出阵阵笑声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病毒起源的相关消息 这里一直来看到的是来自美联社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世卫组织和中国有关于疫情起源的联合报告说 病毒通过另外一种动物从蝙蝠传染给人类是最有可能的情况 而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极小 美联社提前获得了一份草案 研究结果对病毒最初是如何出现的 没有什么新的见解 很多问题也没有正式解答 但是这是在医疗之中的 报告确实提到了有关于研究人员结论背后推理的细节 研究小组建议除了实验室泄露假说之外 某个领域都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以确定最终结果 报告预计将于周二公开 现在已经受到密切关注 了解病毒的起源可以帮助科学家防止未来的再一次大流行 但是这个问题也十分敏感 报告发布的一再拖延 让外界怀疑中国方面是否试图影响其结论 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CNN采访时说 我们对那份报告的方法和过程感到担忧 包括北京政府似乎是帮助撰写了这一份报告 美国一直对报告发表意见 美国这样做是不是想对世卫组织专家施加政治压力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反问 这份报告的主要依据是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在一月到二月 对首次发现疫情的中国城市武汉的访问 在美联社获得的草案中 研究人员按照可能性大小列出了四种情况 排名第一的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通过另外一种宿主从蝙蝠传播给人类 他们同时也评价了从蝙蝠直接传播给人类的可能性 并表示通过冷链食品传播是可能的 但是可能性不大 而同时报告表示在另外一种哺乳动物穿山甲中发现了高度相似的病毒 但也指出水雕和猫对于这种病毒也很敏感 他们也有可能是携带者 美联社在周一从一位世卫组织成员驻日内瓦外交官那里得到了这一份草案 目前还不知道报告在发布前是否可能被修改 但是消息外交官说这是最终版本 第二位外交官证实已经获得了这一份报告 两人拒绝透露身份 他们没有被授权在发布前提供评论 世卫组织总干事则表示 他在周末收到了这一份报告 并表示将于周二正式提交 他拒绝评论政治压力是否影响到了报告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评论报道 文章介绍 有一位来自贫困富装的女性在与当地一位警察局长发生性关系时只有十九岁 而不久她又与其他地方领导包括警察和医院官员发生了性关系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有很多男人给了她钱 根据法庭文件 当当局抓到她并指控她敲诈勒索时 这一位叫做许燕的女子已经从九位男子那里收到了高达五十七点三万美元 其中包括八位官员 在去年十二月她被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 并被责令还款外加八十六点九万美元的罚金 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全色交易的故事 但是当中国人了解到更多细节时就开始发问 许女士为什么会被判这么长的刑期 除了一个人之外 所有这些其他人是如何避免坐牢的 这么穷的地方公职人员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而在这样有权势的人身边 一个来自贫困地区的女性真的能够说不吗 纽约时报介绍 现在许燕女士的困境已经成为中国最新女权运动的高光时刻 中国互联网上有关于中国官场的全钱色话题 似乎已经被消耗殆尽 国家媒体也对许燕的遭遇表示了一些同情 认为量刑过重 法院应该更仔细地审查这一些官员 舆论关注这个案子不仅因为它很离奇 由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控制的一家有影响力的杂志这样评论 同时说它对于权力的反复无常似乎给出了一些新的歧视 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仍然限于传统性别观念的国家 媒体大学和私营部门的中国女性已经加入了反对性侵犯和性骚扰的全球运动 而即使男性主导着这个国家的权力殿堂 这样的活动现在也出现了更多的苗头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一共有二十五位成员 只有一位是女性 而政治局做出许多指导国家的决定 许燕女士提供更多的证据 证明中国有权势的男人利用自己的地位可以获得性便利 共产党也意识到这种观念 有的时候会大肆宣扬落马高官的性侵犯行为 详细描述他们的通奸和情妇 这些人包括曾经掌管中国法院和执法系统长达十年之久的周永康 中国前国家主席的办公室主任令计划 以及许多部级官员和大型国企负责人 官方的媒体《法治日报》在对腐败调查通知书中的调查中写道 从二零一七年十月开始的十六个月内 由六十三位高官被指控有不正当性关系 此前一年中国最高检察机关列出了因为腐败被起诉的高官的六大特征 第三条是以权换色 机构表示一位省级高官已为情妇工作而闻名 他们需要所有的钱来维持这些情妇 此前调查一家国有金融公司前负责人赖小民的检察官指控 他在家中存放三吨现金 而且有不止一个情妇 而国家媒体甚至直接说他包养了一百多个情妇 起诉和调查没有阻止共产党员滥送权利 归根结底是党在中国生活中的权威不受约束 而当他不向任何人负责时 没有人可以追究他的责任 纽约时报文章介绍 许燕女士的故事显示了当地官员如何处理对不法行为的指控 文件将许燕女士描绘成一个操纵者 她威胁这些男性官员 除非他们给钱否则就透露这些事情 但是细节有的时候还是暗示了更加复杂的情况 法庭文件确认了一位男子一位警察 文件中表示四十八岁的这一位刘先生和许女士在二零一六年有两个月的婚外情 他们分手之后许女士向他索要三万元 然后在二零一八年复合又分手 根据文件这一次他给了他十六点六万元 这些人中只有这一位刘先生被判刑 罪名是单独的受贿罪 而且只判了两年半 其余的人虽然受到了不明确的党计处分 但普遍避免了刑事指控 就连官方媒体新华社也责备当地官员试图消解有关于这一话题的帖子 他们说面对公众质疑当地政府不应该采取删帖的方式 新华社评论公开回应才是唯一正确的措施 而现在许燕女士的抗争公开上演 让抗壳大饱眼福 她的父母从上海聘请了两位律师为她辩护 当地商所法院却拒绝他们的会见要求 许燕女士的叔叔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发帖 说法院指定了两位法律援助律师 而同时也有许燕的家人说 政府官员都是四五十岁的社会名人 比她的侄女资历深 权力也大 他们的年纪并不清楚 判决书只披露了他们的姓氏和职务 尽管许多人在网上为许燕女士的遭遇进行发生 但是也有很多人承认她现在面临艰难的法律斗争 她可能会成为政府证明自己正确的最新受害者 网友认为在政府办公室的黑暗角落里 有许多女员工仍在承受类似的命运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与伊朗和俄罗斯 结盟的更多细节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 网易正在进行的中东之行已经处有斩获 在三月二十七日网易到访伊朗 签订二十五年全面合作计划 中国外交部方面暂时没有公布更多细节 但是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 二十五年的协议将包含政治战略和经济合作 来自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的报道透露 中国将在未来二十五年内投资伊朗电信基础设施等数十个领域 价值高达四千亿美元 而作为回报中国将获得伊朗稳定的石油供应 两国的实用结算将使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 此外在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 包括进行军事交流军事演习 共同研发武器和分享情报方面也有设计 而在中国和伊朗签署协议之前 网易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 其中双方明确表示 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只会加强 不会削弱 只会拓展 不会收缩 此外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底 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在阿曼湾举行首次海上联合演习之后 在今年二月三国又在印度洋展开军演 有分析指出让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越走越近的重要原因是美国 分析者引述美国前国安顾问布热金斯基在大气局一书中的警告说 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 结成这种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 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 而有趣的是另外一个国家朝鲜也与中国频繁示好 此前朝鲜媒体朝中社在三月二十三日有报道说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习近平互通口信 金正恩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团结和合作 以应对敌对势力的挑战 敌对势力显然失职美国 在刚刚结束的阿拉斯加会议中 中美双方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发生了激烈争吵 朝鲜与美国的关系近期更趋紧张 金正恩曾经多次要求美国解除对朝鲜的制裁 作为两国恢复朝核谈判的前提 但是根据此前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华盛顿方面对此不予理睬 而平壤频繁把外交鼓励和经济困难归咎于美国 根据来自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 受习近平委派在三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应约会见了朝鲜驻华大使 并传达给金正恩的口信 口信中习近平说当年百年变局与世界疫情叠加作用 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转变 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两国人民的共同宝贵财富 中国愿意同朝鲜携手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腾讯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中央巡视组人员进驻腾讯 多位知情人说巡视组对腾讯的商业行为进行调查 并与腾讯高级主管进行对话 文章引述一位消息人士说 中央巡视组人员进驻腾讯 做法跟阿里差不多 说法是设反垄断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说 马化腾在两会期间会见了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官员 在会谈中讨论了腾讯如何更好遵守反垄断监管规定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官方将在阿里巴巴之后再盯上腾讯 腾讯是香港上市公司 在香港股市高达价值七千七百六十亿美元 是港股市值最高的个股 在反垄断政策当头下 科技也已成为中国政府重点监管领域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关注到有关中国 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新疆棉花事件 在三月二十四日有多家外国品牌表示禁用新疆棉花 黄轩作为中国大陆最先发生的艺人 带起了整个娱乐圈的抵制风潮 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晚上发布支持新疆棉花文案 转发超过四百二十多万 网友纷纷要求品牌代言明星出来说话 到底知不支持新疆棉花 而这样的消息一出也有网友翻出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中国领导人此前在各种场合的服饰 仔细审查其中有没有涉及污蔑新疆棉花的品牌 最早引起关注的似乎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一身运动装 她全身穿着粉色的运动装 黑色的运动裤出现在网球球场上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在二零一三年当时从未受过网球训练的华春莹 随外交部网球爱好者到奥提中心来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网球协会志愿者骨干培训 此后的每个周末她都会打网球 二零一五年她更是被吸纳到国家机关网球协会志愿者骨干队伍中 比赛水平不断上升 而华春莹自己在接受媒体时说 现在如果十多天不打球浑身就跟生锈了一样 特别想打球 同时她还向记者展示她和球友们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打网球的照片 华春莹说她曾经连续五周每天开记者会身体撑不住 当时呼吸都困难了 下了记者会立刻就躺倒 先生还带她去做针灸 但是她说这样的经历更让她要坚持参与网球健身 而在照片中华春莹身穿一件粉色运动衫 脚踏粉色运动鞋 头戴发带收集网球拍 也有网友立刻注意到华春莹一身的行头似乎不少外国品牌 有网友说华春莹的衣服是阿迪达斯的 球鞋是耐克的 手腕套也是耐克的 而球拍是威尔逊的 并就此反问华春莹你爱的是美国吗 还是中国 但是由于照片分辨率比较低 到底是否的确是这些品牌 现在还有待观察 另外被大家发现的则是外交部长王毅的旧照片 王毅是一位跑步爱好者 根据中国媒体此前的介绍 王毅是一位标准的跑步达人 在瑞士开会的时候 他还曾经绕着日内瓦湖慢跑 在杭州开会的时候也在西湖边留下了跑步的身影 而根据网传一张王毅在瑞士跑步的照片 他全身上下一身白 而衣服经网友发现是日本著名的高尔夫球品牌 而鞋子则是知名的美国品牌哥伦比亚 最引人关注的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 有一张夫妻二人共同泛舟的照片流出 在照片中习近平向观众挥手 而彭丽媛则手捧单反相机坐在一边 身穿一件红色外套袖口是格子翻领 有外国观察者认为彭丽媛穿得似乎很像巴宝丽 而这个品牌现在正在因为新疆棉事件而受到中国网友的抵制 但是经过查看巴宝丽官网 似乎并没有彭丽媛同款衣服 而有关于彭丽媛的衣着此前也引起关注 当时彭丽媛出访俄罗斯拎着皮包穿着黑风衣 有网络猜测是意大利品牌TOTS 但是原来彭丽媛穿的是来自广州的本土品牌 由设计师毛继红与太太马可在一九九六年创立于广州 另外根据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有中国大陆网民投诉在京东的Nike专业看到了凭本是放狠话 Let trash do the talk 执意是让垃圾来出来说话 这样的广告口号 并且表示这是耐克方面在挑衅 而根据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京东方面就此撤划了广告图片 而口号在二月份已经出现 是用来宣传耐克对环保物料使用垃圾回收物制成的篮球鞋 尽管中国网民对于耐克的抵制声浪十分之大 但是销量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新款球鞋也很快销售一空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分析文章 文章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充满潜在爆炸性问题的雷区 而其中最大的一个风险却十分微妙 中国可能会高估了美国力量的衰落程度 并采取危险行动 文章认为如果中国像其媒体组织所宣称那样 坚信美国和整个西方自由秩序正处于长期衰落的早期阶段 那么胆大茫围的中国政府就有可能会越阻代跑 变得过于挑衅 迫使美国做出强烈回应 而这种风险出现在很多领域 包括南海商业贸易 而在香港和台湾上尤其突出 文章认为这种风险有助于解释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许多开放步骤 策略是在与北京全面接触之前 试图建立美国持久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形象 来抵消中国有关于一个政治分裂经济衰退的美国的说法 拜登政府的信息很简单 不要低估美国的力量 因此我们看到拜登政府没有跳进与中国的最新贸易谈判 也没有取消川普政府对于中国商品所征收的关税 总统希望首先证明美国战胜病毒大流行经济恢复 并开始与国会合作 通过一项投资美国经济基础设施的计划 而这些步骤将能使得美国政府从增强实力的强势位置开始谈判 因此新上任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 政府还没有准备好取消这些关税 他说轻易放弃杠杆 这不是好的谈判策略 而与此同时 拜登政府继续了川普时期派遣美国海军军舰 通过南海进行航行自由演习的做法 目的是表明美国不接受中国在地区的领土要求 同时也向盟友保证美国将在地区保持军事存在 而最重要的是从拜登政府对于四国也就是由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还有印度组成的非正式联盟 这一组织的空前重视中可以看出美国继续展示影响力的有关努力 拜登总统的第一个重大外交举措之一 就是在两周前召开了前所未有的四方最高元首虚拟会谈 这并非偶然之后各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意见 宣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并生产和分发疫苗给印太国家 署名文章甚至没有提及中国 但疫苗倡议是明显的举措 对抗中国自己利用疫苗外交来扩大影响力的努力 也许更尖锐的是四国领导人表示要反击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 中国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声称四国集团是毫无意义的 是带有冷战色彩的威胁性反华联盟 当然四国集团对抗中国实力有明显的局限性 四个国家都需要与中国维持经济联系 而且都对被视为挑衅性的军事联网结盟持谨慎态度 但是美国有能力召集四国 并帮助在疫苗分发方面产生协调行动 这或许才是拜登政府向中国发出信号的最有意义的方式 也就是不要对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看低了 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中国继续认为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份 而美国官员现在担心习近平可能开始走上迫使台湾接受与中国大陆统一的道路 必要是甚至要动用军事力量 在香港镇压民主的努力可能就是一次试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威慑习近平的最好方法就是现在说服他 如果他做出这样的举动 他将不得不担心一个强大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美国的反应 而不是一个软弱和退缩的美国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外交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香港明报的报道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中国外长王毅在中东进行访问 引起了外界关注 而与伊朗签订两国为期二十五年的全面合作协议 中方称为全面合作计划 更是引起很多讨论 中国方面在宣传上相对低调 官媒只是引述王毅说法 说这是为了挖掘两国在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潜力 没有更多具体内容 一般认为这样反映出了中方对协议的审慎 但是明报文章认为 协议是习近平五年前访问伊朗时双方就商定的 伊朗近年多番提起 而中国这一次决心签署 经过反复的利害权衡 文章认为中方与伊朗交易有风险 不仅是美国 同时也有伊朗国内的政治风险 伊朗与美国敌对多年 国内的亲美势力仍不可低估 而中方将交易年期拉到二十五年 并非是一锤子买卖 似乎是汲取了过往一带一路投资的教训 而且这一次协议以人民币为主进行结算 降低了投资风险 此外文章认为王毅这一次中东之行 从形成汉有穿梭外交之意 首先去了沙特 然后去了土耳其再去伊朗 结束伊朗之行之后再返回海岸国家等 其中在沙特土耳其在伊朗都是区内对头 或者是竞争者 六国都是穆斯林国家 在新疆问题上也没有站在美欧一边 可以说意义十分明显 而文章同时关注 有关于魏凤河的东欧四国之行 外界普遍看到的是在萨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魏凤河特意到一九九九年被北约战机炸毁的中国大使馆来进行平调 其间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绝不允许这样的历史重演 呼应了此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说 北约还欠着中国人民的血债 有趣的是塞尔维亚是中国目前在欧洲屈指可数的盟友 之前该国揭发有政党人士 内政部情报官员配合西方国家窃听武器及电话 而整个国家内部政情也十分复杂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有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妻子 曾经是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明星 直到中国国家媒体对他进行追杀抹黑 这个人就是庄祖仪 她曾被称为是最著名的外交官夫人 之后却成为了社交媒体恶意攻击的目标 根据华尔街日报介绍 庄祖仪是美国前驻成都总领事的妻子 曾经是一位广受欢迎的台湾美籍美食作家 还有新进音乐人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积累了大量的粉丝 二零一九年在中美贸易关税之际 她被任命为成都文化旅游大使 即使是在中美政治关系最紧张的时候 她仍然有很多的欢迎 但是在去年七月中国社交媒体用户 却突然开始把矛头对住她 首先是抓住她早前一篇文章中的评论 后来她表示后悔 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恶毒的言论 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研究中国媒体的专家说 对于她的网络攻击是国家媒体鼓励的 也是不同寻常的原因是时间持续了这么久 而这一切发生在去年 二月时疫情在中国各地蔓延 不久之后 庄祖裔和她的两个分别是七岁和九岁的儿子 与其他美国外交官一起被梳理 在七月下旬当中国下令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以报复川普政府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决定时 他们正待在马里兰州 而在双方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 中国的民族主义评论者挖出了她几周前在微博上写的一篇文章 其中说我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念头 犹太人在二战前离开家园躲避纳粹 是否也和我们一样 他说我把这些情绪甩出脑海告诉自己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庄祖裔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个错误 我当时不应该这么写 只是一个比喻 而直到成都领事馆关闭之前 这个帖子没有被人注意到 而在领事馆关闭后的一周内 帖子被转发了五千多次 涌现了八千多条评论 其中很多是批评他者 庄祖裔此前的帖子平均被转发只有几十次 他的手机不停地发出 对于他的通知都是辱骂 其中甚至说希望你的两个狗儿子被车撞到 同时庄祖裔也说他在马里兰州的一位邻居 在他加入公寓的脸书私人群组时泄露了他的位置 使得中国网民发现了他的居住地 于是他们贴出了房屋照片 嘲笑附近的人不务正业 暗示他陷入了困境 接下来他们又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他家人和亲戚的照片 并嘲笑他们的长相 而试图在微博上为他辩护的朋友们告诉他 他们的评论在一夜之间被删除 他们的账户被恶语中伤 然后被冻结 在台湾和香港的亲中媒体甚至发表文章 猜测庄祖裔是台湾政府派来收集美国外交官情报的性工作者 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 庄祖裔表示我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甚至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他说当中国网民追踪到他在马里兰州的住所后 他不再出门害怕被人认出甚至一度考虑过自杀 他说他已经被当做一个靶子符号而不是一个人 这些人不关心我做了什么 我是谁 我说了什么 美国国务院拒绝评论针对庄祖裔预袭事件所采取的措施 但表示认真对待任何针对美国政府人员以及家属的潜在威胁 国务院表示他们知道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参与并鼓励在网络上对美国公民 美国外交官以及家庭成员进行谩骂和骚扰 声明表示这是暴徒政权使用的策略而不是负责任的国家 中国外交部却说不知道庄女士的情况 说美国国务院的评论毫无根据 中国外交部说中国有自由的互联网用户可以自由发表意见 中国媒体是公正真实准确的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 庄祖裔表示他最近恢复了做饭写作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他说如果他不走出来只能说让中国巨魔获胜了 回过头来他表示这件事让他看到中美关系中留给他这样剑桥人的空间有多小 他说中国不惜摧毁温和派来彻底与美国为敌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与台湾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在一月份的确认听证会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达了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同时说他希望与台湾官员创造更多的接触空间 而根据来自金融时报的独家消息 拜登政府正准备发布指导方针 通过采纳川普时期推出的一些变化 使得美国外交官更容易与台湾官员会面 此举很可能被中国视为一种挑衅 根据报道 川普在一月份即将离任前 大大放宽了让美国外交官难以举行与台湾外交官会晤的限制 专家们都在等着看拜登是否会扭转方向 根据金融时报所采访的了解最新政策的人士透露 美国方面正在准备指导方针 将保留川普时期的许多变化 美国外交官与台湾官员接触的限制已经实施了几十年 直到川普放松了这些限制 金融时报引述一位熟悉相关方针的人士说 他们将重点鼓励美国官员与台湾同行会面 而不是对接触施加限制 第二位消息人士说美国和台湾外交官之间大部分互动限制将消失 文章分析认为原本以为拜登政府之后会在台湾问题上稍微低调 并试图与北京达成某种重置 但这并没有发生 对台湾的支持是拜登政府对中国日益强硬立场的最新体现 有高级官员在上周告诉金融时报 他的政府担心中国要夺取台湾的控制权 原先增加此为会议的难度准则是在一九七九年美国将外交承认权从台北转移到北京之后出台的 然而在一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国会在十二月通过台湾保证法后取消了许多相关限制 规定在一百八十天内进行审查 此举凸凸显了拜登对于中国更加强硬的态度 与川普更有继承性 美国驻西太平洋帕劳特使尼兰德在周一与帕劳总统一起访问了台湾 与承认台北而非北京的十五个国家之一的领导人进行访问是极其不寻常的 中国的回应则是周一派出十架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这已经是他四天内的第二次大局入侵 与帕劳总统的访问指示拜登政府为台湾提供比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总统时更多公众支持的最新案例 在今年一月拜登总统邀请肖美琴成为首位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台湾驻美大使 而美国代理驻日大使最近在东京官邸也欢迎台湾同行 并在推特上面宣布了这一次访问 巴拉圭与帕劳一样承认台北 最近表示中国提出提供疫苗以换取与台北断绝关系 而布林肯则致电这个南美国家的总统 强调与台湾等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有美国官员表示公开电话是刻意为哪些仍然诚意台湾的国家提供公共支持 特别是美国的支援 中国人正试图挖走巴拉圭 我不认为帕劳目前岌岌可危 但这次访问是美国支持台湾和保留其剩余十五个盟友的重要信号 另有专家表示 拜登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拿出了比大多数专家预计的更坚定的姿态 但是这也受益于川普之前的作为 因为台湾问题上的一些重任已经为他完成了 而来自兰德公司的分析师则表示 人们以为拜登政府来了之后在台湾问题上态度会有所转向 但是现在似乎失望落空 另外一位熟悉政策变化的人士强调 虽然拜登不会回到川普之前的接触准则 仍然会有限制 包括在任何会议上展示台湾国旗 而且任何与主权相关的事情仍然是禁区 布林肯最近在国会证词中把台湾描述成为一个国家 尽管美国实行一中政策 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唯一政府 专家表示布林肯非常专业 不是在袖手旁观 他的话可能更具有意义 更多的是在对中国说 我们不只要使用你们的词汇 当被问及拜登政府是否决定将台湾成为国家时 国务院则表示 美国将继续与台湾接触 这符合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 而文章回忆 在过去两个月 美国出动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向北京发出信号 五角大楼也在南海进行了罕见的双航模式 而在上周美国和台湾签署了一项协议 将使双方的海岸警卫队加强合作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孟晚舟案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孟晚舟的律师周一在加拿大的引渡听证会上表示 根据国际法美国无权以欺诈罪起诉华为技术公司高管孟晚舟 因为她被指控的行为与美国无关 他们开始提出新的论点 以阻挠她被送往纽约受审 文章介绍孟晚舟在两年多前在温哥华机场被捕 而她的律师表示孟晚舟被控向汇丰银行撒谎 对于其在伊朗的业务没有清晰交代 从而使得汇丰银行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 但是孟晚舟被指控的行为涉及二零一三年的一次会面 孟晚舟是中国公民而汇丰是一家英国银行 孟晚舟的律师范艾特说 美国的法律不适用于中国 如果当天有任何法律被违反 那也是中国的事情 她说加拿大有责任保护孟晚舟 防止美国企图违反国际法 孟晚舟的律师在书面辩护中表示 请求国对申请人的起诉违反了CIL国际管理法 因为这样的法律不允许一个国家将一个非国民 在该国之外向另外一个非国民所做的陈述 定为刑事犯罪 如果该行为与该国没有实质性和真正的联系 在本案中申请人被指控的行为与请求国之间就没有任何联系 而范艾特还说 如果加拿大引渡孟晚舟本身就违反了国际法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的听证会上 代表美国利益的加拿大政府律师在书面回应中表示 管辖权问题主要由美国审判考虑 加拿大司法部长也要考虑 而不是由引渡法官霍姆斯来进行考虑 在孟晚舟法律团队提出的一系列论点中 五股管辖权的主张是所谓的第四分支 也就是它是滥用程序的受害者 引渡申请应被驳回 其他还有几个分支 他的案件是美国与中国贸易战中作为筹码提出的污点政治起诉 第二加拿大警察和边防人员对他进行了秘密的刑事调查 以便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获取证据 以及美国当局在对案件的总结中误导了加拿大法院 另外一个论点是该案未能通过双重犯罪测试 引渡案件必须涉及如果发生在加拿大就会构成犯罪的行为 而现在这个论点已经被霍姆斯驳回 律师范安特说 美国试图通过声称孟晚舟向汇丰银行保证的汇款 是通过美国银行清算产生的来证明对孟晚舟行为的管辖权 但律师说这是国外交易的附带美元清算 书面意见书称这种所谓的联系完全不充分 并且有人工成分 而整次起诉构成域外形式规定性管辖权 另外一方面范安特说国际法不是外国法 因为其原则本身就构成了加拿大普通法的一部分 他告诉霍姆斯国际法应与加拿大普通法 任何其他部分受到同样的尊重 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方向 必须要释放孟晚舟 范安特说虽然尊重外国法律制度的原则 在引渡方面非常重要 但是这不是对外国违反国际法行为视而不见的依据 他表示加拿大对孟晚舟有责任 现在加拿大处在我们的法律保护之下 周一早些时候有关于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警卫 涉嫌不当行为的争论结束 孟晚舟的另外一位律师告诉法庭 我们的案子并不是美国主导的阴谋 他回应了政府律师有关于孟晚舟未能证明存在阴谋的说法 孟晚舟的另外一位律师则表示 当皇家骑警在孟晚舟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日被捕三天后 这构成了一次侵入性搜查 他表示这并不是像政府律师所争论的那样 是清点设备的例行工作的一部分 他表示即使是这样也是非法的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与疫情相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观点文章 文章说熟悉病毒的来源与政治无关 这是一个法律医学问题 一个需要对所有可能的理论进行彻底调查的问题 既要包括自然界病毒从动物跳到人类的情况 也要包括从武汉实验室的错误有关的情况 但世卫组织和中国官员以及专家的致命缺陷性调查 只会把水搅混 并使世卫组织与美国政府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文章介绍由世卫组织代表的十七位中国专家组组成的联合小组 将在周二发布有关于疫情起源的报告 不作为其的是 报告推动了病毒在自然界产生 通过中间宿主从蝙蝠溢触到人类的理论 并驳回了实验室事故相关的起源理论 因为极不可能因此不值得进一步研究 作者说当然这一点我们提前可以预料到 所有的结果都是两周前由中国首席科学家 在中国的国家宣传媒体上所预告的 中国政府提前收到了这一份报告 并严格控制了调查人员对武汉的访问 武汉市疫情的起源地 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蝙蝠冠状病毒收集的实验室 甚至在报告发布以前拜登政府就公开质疑报告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国务卿在CNN上说 我们对于报告的方法和过程感到担忧 北京政府似乎帮助撰写了这一份报告 这一份长达一百二十三页的报告 只用了几行字来论述疫情可能与实验室事故有关 而这种可能性被立即否认了 报告中关于实验室事故说法和没有说的内容 使得中国政府和世卫组织与川普政府发现了直接冲突 具体而言 金布林肯自己的国务院证实的美国且密情报表示 武汉病毒研究所正进行未公开的病毒研究 与中国军方有秘密研究项目 并且没有披露二零一九年秋季有几位实验室工作人员 得了类似疫情的疾病 拜登政府并没有宣称实验室事故论是正确的 但是他呼吁中国披露更多有关于实验室的信息 而世卫组织的新报告却说武汉病毒研究实验室管理良好 有员工健康监测计划 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之前的几个周还有几个月内都没有报告呼吸道疾病 换句话说世卫组织说美国的情报是错的 该报告甚至没有提到美国政府声称 实验室从事了中国政府继续否认的重大相关研究 上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负责人石正丽在罗格斯大学举办的研头会上说 实验室的所有研究都是公开透明的 而在周日的六十分钟节目中 前国家安全副部闻博明则说石正丽在撒谎 他说中国军方与中国武汉病毒所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中国政府却不承认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数据 我自己看到了这些数据 研究组织生态健康联盟的负责人彼得达斯扎克 是团队中唯一的美国人 但是他并不是被美国政府选上的 实际上世卫组织拒绝了川普政府提出的三位官员 达斯扎克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蝙蝠冠状病毒研究方面密切合作多年 并有多个受资助项目 他被指责有明显的利益冲突 尽管本人否认 达斯扎克在调查开始前就否认了实验室发生事故 他多次表示实验室披露了所有的研究细节 外交官们还警告武汉病毒研究实验室一直在对冠状病毒如何感染人类肺部细胞进行风险类研究 美国CDC的前主任雷德菲尔德在周五表示 他认为实验室事故是疫情最可能的来源 他所提到的正是这一项研究 雷德菲尔德是一位病毒学家 在疫情爆发期间可以接触到所有的情报和数据 而中国政府和武汉实验室希望把任何要求对实验室施故论进行更多调查的努力都视为阴谋论 现在这个阴谋必须包括川普政府拜登政府雷德菲尔德以及更多科学家的名单 批评者常常把没有证据的事实与没有证据的错误论断混为一谈 最后作者写道世卫组织希望在中国继续调查冷冻食品包装链 那么就让他们去这样做吧 但是同时也必须要调查实验室事无论 因为世卫组织和中国政府似乎无意以严肃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那么拜登政府就应该这样做 现在就必须公布实验室的所有信息 这将帮助我们更接近真相 并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病